各位好,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Python3.8里面的fire fire回圈 fire回圈的这个格式呢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fire指令,然后后面就是判断式 那在fire回圈里面就是条件成立才执行这个statement 那这个statement部分呢就是往后退,那大家后退的这个空白数呢是要一致 不然编译的时候会出错 那fire回圈 这边的判断式呢就跟if的判断式是一样的,就条件成立才会往下执行 那看一下这边的这个范例 使用者输入一个 使用者一直输入正整数,直到这个 使用者输入如果是-1的话,就停止累计 然后把结果输出 那这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要怎么做 好,那我们看一下 让使用者一直输入,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变数去储存结果result 一开始为0 然后坏了呢,你可以直接打true 直接打true 在这边 true的t必须要大写 然后呢,我的这个 result 他的值 加等于 int 括号 imput input 好 这边呢,因为我们要判断的式子是 这个,我们先用n 等于 int 括号input 又没有中指条件 输入之后呢,转换成整数 那如果 我的 我的n呢 等于什么 负1 那我就必须要怎么样 离开 那因为呢,这是一个无穷回圈 是true 所以呢,要离开必须要靠什么 这边有一个break才能够离 离开坏 那我们在前一个 教学影片里面的这个for回圈里面有提到 我要离开 这个回圈 离他最近的一个回圈,用的就是break 好,那continue就是 这个回圈 在continue以下的 这个指令不执行,才是用continue 所以我们这要离开这个 fire的无穷回圈,就是要靠这个break 好了,从题目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输入负1的时候停止累计 所以如果是负1的话,就break 这样子 好,那否则的话,我的这个result呢 就怎么样,就持续去累计这个n 好,那等这个画有回圈结束之后,我再print 我的result 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试试看哦 假设我输入1 2 3 然后-1 答案应该是6 ok,所以他遇到-1的时候,遇到-1的时候 就break就跳出来,所以他跳出来之后,会到7这边来执行 好,这就是fire回圈的一个作用 好,那我们 假设要换另外一种写法,可不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呢,我们换另外一种,我先把底下这个注解掉 另外一种写法呢,就是 假设呢 我们一开始就有个n,然后等于什么 input 括号 好 那输入的值呢,是什么int 转到成int 然后我收到这个值之后呢,我做什么事情 条件 我的n呢 不等于-1的话,我就继续做 这个n不等于-1的话,我继续做 好,那一样有result嘛,所以我的result呢 一开始就等于什么 好 好,一开始就等于n 这样子 好,因为 如果是-1的话,他就也不会执行 好,一开始为0 好,那可以进来到这边的时候result就变成是什么 好,加 最后再怎么样把它print出来 print result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判断条件在这边判断 我不是-1的时候我都执行 只要不是-1,我就条件成立就会执行 好,所以开始假设我输入-1 -1 那在这边的时候他是不会执行 因为他要不等于-1才执行 所以这时候result印出来就会0 就没有值 可是当我输入非-1的时候 非-1就代表什么 比如说我输入1 那显然在这边呢他条件不满足 所以result一开始是0 会去加n是1 得到结果就变1 然后n的值呢要重新接收使用者输入 比如说2 2在这边判断 条件也不是-1 那我就再累加,以此类推 最后结束的时候 才会离开这个fire 然后在这边 所以在这样的写法上就没有使用什么break 好,来执行一下看结果的一不一样 好,我们输入1 2 3 -1 答案也是6 所以在这边的写法有很多种 那其中一种呢是用这个 直接在这边写判断是当他 博尾-1的时候就是条件成立就继续做 那另外一种是用true 的方式来写 那用break的方式跳开回圈 那坏回圈也可以拿来做for回圈做的事情 比如说n 从1开始累加到n 然后他的这个 结果输出 从for回圈改成 坏回圈要怎么写呢 来看一下 这个先删掉 好,那我有一个 这个n是使用者希望计算的数字 那有一个是什么 结果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i呢 一开始 因为我们要从1开始累加嘛 所以开始为1 好,然后呢file 当条件i 小于等于多少 使用者输入的n的时候我都要继续做 做什么事情呢result 然后加等于 i result加等于什么i 就把它累加起来 好,那记得i做完之后i++ 然后最后再把结果印出来printer什么 result 这样子 好i 加等于1 这样 好 每次都要加1 这样才会累加 不然你如果 没有打这个的话 你就变成无穷回圈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这样执行下去 比如说输入4 我现在在按键盘了 完全没有效果 为什么 因为他被 卡住了在这个坏回圈 不断的在执行 所以就 没办法跳出来 那如果你要中断他就按ctrl c 我按ctrl加c他才会离开 刚刚我们按了半天的键盘现在结果出现在这里 所以 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说 你设计不好的时候坏油会变成无穷回圈又停不下来 好,所以必须要什么 记得要让他加1 ok 好,那执行一次 我们输入4 他帮我们累计结果达到10 那在执行一次,我们刚刚有试过100 那答案是5050 ok 所以坏油回圈也可以做到 4回圈的这个功能 那你只要做好设定 这就是初始值 从这边开始 这是每次增加的量 这是终止条件在这里 这是 在这个条件底下 满足才继续做 就是这样子 那再看第二题 从A开始计算 到B 累计到B的结果 那这也是一样嘛 我们就是 A到 B 然后呢,记得要MAP 括号 这个 然后INPUT 点Splitter 切割完之后 总按成INT 放到AB里面去 然后Result在这边 好,那I呢 从A开始 这边改A 然后 I要小于等于多少 B 就继续做 然后I每次加1 这样就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好,所以我这边从1开始 到4结束 所以1加2 加3加4 对 所以是多少10 OK,答案就出来 所以 一样的 稍微修改一下 画有回圈 也可以做4回圈的事情 第3个 输入N 然后呢 计算N阶层的结果 然后N输出 他的这个计算结果 好 来 把它改成N 输入N 然后呢 使用者输入 Input 变成是Int 好,然后呢 这个没有这个 好,转按成整数之后 我们的result 一开始为1 然后呢 我们 I呢 一开始 从N开始 所以 当I 大于 N的 I 大于1的时候 因为1不用再乘了啦 I大于1的时候我就要乘 所以这是乘等于 I 然后这边是什么 I I 减等于1 就每次减1啦 所以你看 I一开始是N 所以比如说是4的话 就竟然是4 那4有没有大于1有 所以就会4 那因为 result是1 所以1乘 4就得到4 然后I减减变3 所以变成就是 4乘3 乘2乘1 乘完之后呢 再把结果 显示在这边 好,来看一下 输入4阶层 好,得到结果是什么 24 这样没有错 所以 坏回圈 可以做for回圈做的事情 再来我们看一个比较特别的 10进制转2进制 好,那10进制转2进制的做法呢 基本上他就是把 10进制的值 连续用2去除 那除完的余数呢 除完的余数把它收集起来之后 把它输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式要怎么写 我输入一个N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呢 必须要把余数储存下来 所以我们必须要个str去记录 但是str它是专有名词 它是这个 这个就关键字 所以我们不能用 我们用binstr 自己取一个名字 他一开始呢 为空白 这是要储存 每次用2去除之后的余数的资料 把它收集起来 好,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做一件事情 用fire 好,这个N对不对 N如果 大于 因为是二进制啊 所以大于2的话 好,大于2的话 如果等于2要不要做 要,所以就大于1 好,大于1的话 我就要继续做 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N 好 N然后呢 用什么 2去除之后的余数 然后呢 变成 自串 变成自串 然后放在哪里 把它放在str 等于 好,这是少打的bin 好 BINstr 等于这个 可是呢 你这样子会每次被更新掉 所以你是Binary Stream 要串接 要串接在哪里呢 因为第一次被除出来的余数会放在整个二进制的最后面 所以每次产生新的会放在前面 所以旧的资料会放在后面,所以要去串接什么 旧的资料在后面 好,这样子 串接在后面 然后呢 新的N的值就会被更新成什么 除 等于什么2 也就是商啊,就是被 第一次 比如说15 15被2除完之后的商 商是多少 是不是7 所以N就被修正为7 然后再去除 然后取余数 然后再再去做他 那这样子做完之后呢 好 我们把结果呢印出来,整个画园圈跑完 到最后会剩1嘛 当然就没有大于1就就跳出来 OK 好,所以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 好 Printer 我们把Binary Stream 印出来 OK好,比如说15 1,1,1,这样对吗 2,4,8 所以这应该只有7而已,所以少了一个是谁 各位没有发现,最后一次计算之后的商 是1,对不对 因为1呢,没有大于1,所以就出来了 可是 他并没有被这一行串接到 所以呢,显然我们是必须要在 最后 再串接一次 串接一次 把商拿来串接 只是说这个商呢,不再用 不再需要用2去除了,直接用 转换成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 15 是不是可以得到111 好,那我们来 执行一下,看8的效果怎么样 8 0248 8就变成1000 答案是对的 这样OK吗 好 好,那问题是 从题目上看来 他要有8个位元 8个位,所以不足 前面不足 不足8的部分呢,要补0 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就要用格式化的方式来做 格式化怎么做呢 好,我们就 用什么 双引号 然后呢 大括号 然后再冒号 08 8代表说8个位置,0是代表 没有数字的用0 替补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用什么 点 format 那因为他这是数字啦 这是数字,所以后面这也要变成数字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换成int 让他用 数字的方式去投射到 去对应到前面的那一个 转换成整数之后 投印到这边 然后呢 不管后面有几位数,前面只要 没有东西的,就用0去补他 总共长度是要8,用这种方式来做 好,那我们再来 试一下 比如说我们输入 15,前面应该有 4个0 好,所以你看是不是4个0 然后4个1 对好,4个0 后面4个1,就代表什么 这个8个 然后里面前面呢,只要 不足的部分用0去补他 好,那我们看一下用 比如说 7 前面是5个0,然后后面3个1 对不对 所以这就 还有我们再测试一下测试 还有254 是不是得到我们这样的结果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可以 达到我们要的结果 用坏回圈来做二进制的 好,十进制转二进制的一个 结果 好,以上 提供给各位参考 谢谢大家